行政人在今天公布了新版护照的封面 那么最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封面缩小了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的英文字样 那么选择呢把台湾这个字给放大了 那么只是呢新版本一推出 国民党呢就立刻发出了声明 说改版之后呢失去了让中华民国走进国际 彰显国家的机会 衍生自我矮化的争议 很难不让人认为 这是政府出于意识形态以及政治考量 而甚至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今天也是隔海呛吓 说民进党是在搞小动作 不过总统蔡英文反击 说新版护照强化了台湾元素与辨识度 让世界看见台湾 请大家多多支持 请大家多多支持 总统大力宣传我国的新版护照 蔡政府加强台湾意识 把台湾放大ROC缩小 朝证明再迈出一步 能够强化我们的护照的辨识度 那也强化了我们台湾的元素 中华民国四个字仍然在护照上面看得到 这样的改版主要是让国际的人士 能够更清楚看到台湾 知道我们来自台湾 不只政副总统出身力挺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在脸书秀出封面 期待世界更能看见台湾 但新护照一发表 中国外交部马上做出回应 不管台湾民进党当局呢 搞什么小动作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民党也发出声明 说护照改版对台湾的国际地位 没有任何帮助 凸显民进党执政格局狭隘 失去让中华民国走进国际 彰显国家的机会 衍生自我矮化争议 外交部应该维持国际竞争力 和实质地位 而非只是图层上的涂抹雕琢 用打压中华民国 打压Republic of China 来换取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因为两岸关系特殊 护照更名 隐含高度 政治敏感性 蓝军担心此举踩在两岸红线之上 再先口水战 记者100名价台北什么的 well on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